单亲妈妈盈盈独自上山,留下熟睡的盼盼自己在家,盼盼的小腿被竹条卡住了。 这天清晨,盈盈早早地就给盼盼充好了奶粉,现在的盼盼饭量有所增大,一天光喝奶就是好几瓶,也不知道阿牛买来的奶粉还能撑多久。 最近也没见阿牛露面,估计最近又开始醉熏熏了。 邻居美兰阿姨在稻田里劳作着,这么大一片稻田,丰收的景象让人期盼,不过中间的辛苦付出也是让人望而却步。 吃饱了的盼盼,一会儿的功夫就睡着了,盈盈准备自己出门了,刚刚下过雨。 背着盼盼出门,更是不安全。 盈盈关好了门,拿着铁鲜准备去山上挖点竹笋。 看到美兰阿姨正在地里劳作,盈盈拐了个弯,来到稻田旁。 她想让美兰阿姨帮忙,留意一下屋里的盼盼。 自己出门,有些不放心。 美兰阿姨很爽快地就答应了。 谢过了美兰阿姨,盈盈安心地上山了,看着盈盈隆起的肚皮。 再看看这泥泞陡峭的山路,真为盈盈的安危灭把汗。 山坡上的竹笋,在雨后更是长得飞快,一个个地都露出了头。 盈盈用铁鲜把竹笋刨出来,草丛中各种植物的根系纵横交错。 这也给盈盈挖竹笋造成了困难。 盈盈刨得有些费力,不过还好,一会儿的功夫,盈盈就刨出来不少的竹笋。 把竹笋打磨一下,削掉多余的部分,然后放入竹筐中。 山下的小屋里,盼盼睡了一大觉,也醒了过来,看到妈妈不在家,懂事的盼盼并没有哭闹,自己在屋里玩耍了起来。 山坡上,盈盈已经收拾好了竹笋,背起竹筐,也准备下山了,没有盼盼在身边。 盈盈单独背着竹筐,倒显得轻松了不少。 在经过一个山坡的时候,盈盈停下了脚步,这里也是盈盈和盼盼挖牧鼠的地方。 站在这里能看清楚山下的一切。 盈盈扶着铁仙,站在山坡上,眺望远处。 曾经的家,现在的小屋尽收眼底。 不知道现在的阿牛在干什么。 小屋里的盼盼已经来到了围栏边,扶着围栏站了起来,喊着妈妈。 到田里干活的美兰阿姨,看到睡醒的盼盼后,立马停下了手里的活。 她也是担心盼盼的安危。 既然盈盈把盼盼托付给自己,就要确保孩子的安全。 美兰赶紧往小屋跑过来,在水管边清洗了一下满是泥巴的手脚。 此时的盼盼在阳台上玩耍时,卡住了腿。 不能动她了,开始哭泣起来。 美兰赶紧跑过去,把盼盼抱起来安慰着。 祖孙二人来到竹席上坐下,美兰帮盼盼检查下小腿,看看有没有伤着。 确定没有大爱后,美兰也放心了。 山坡上,盈盈收起了乱飞的思绪,不再指望阿牛了。 背起沉重的竹框往山下走去。 陡峭的山坡,让盈盈的每一步都很艰难。 手里的铁仙倒成了盈盈唯一的依靠。 正 insight,你的这样子也太均匀了。 摇拳纹,这里 Baptist 。 我的腿是heads targets的高际。 我们改参了柱子,你马上按下整个铁 overhead ir同时,让TGM在铁价 memor incarn恤时。 经过一段陡坡路后 盈盈终于来到了平坦的道路上 很快便到了收购点 盈盈没有把所有的竹笋全部卖掉 她知道竹笋的营养价值 准备带回去几个自己食用 利用卖竹笋的收入 盈盈又买了点生活用品 还有点剩余 盈盈背着竹框准备回家了 卖掉一部分竹笋后的竹框 重量轻了不少 盈盈很快就到家了 在门口清洗了一下脚上的泥巴 盈盈迫不及待地来到小屋里 看着盼盼一切都好 悬着的心也放下了 美兰阿姨看完 盈盈还是很放心的 看到盈盈回来了 美兰阿姨也起身离开了 地里还有些活没有干完 她还要去地里干活 小屋里 盈盈把买来的零食拿给盼盼吃 真的是在苦不能苦孩子 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 能满足孩子的需求的 尽量满足 这就是做父母的初衷吧 母女俩玩耍了一会儿后 盈盈也该做饭了 把盼盼放进婴儿床里 盼盼拿着吃的 在婴儿床里自己玩耍着 不哭不闹的 乖巧得很 盈盈来到厨房 先把炉火引燃了 然后在锅里烧了点水 做个鸡蛋汤 婴儿床里的盼盼 已经吃完了零食 无聊地看来看去 没有哭闹 厨房里 盈盈已经把盼盼的饭做好了 一样的鸡蛋汤糊糊 然后又在锅里煮了俩鸡蛋 盈盈把碗里的鸡蛋糊糊 搅拌均匀后 端着来了屋里 准备先把盼盼喂饱了 看到吃的后 盼盼凑了过来 她在栏杆上很是听话 开心地吃着饭 喂饱了盼盼 锅里的鸡蛋煮得差不多了 盈盈又提着竹框来到厨房 准备把鲜竹笋加工一下 新鲜的竹笋营养丰富 清香鲜美 可以用来凉拌 煎炒或炖汤 看着竹笋个头挺大 其实能吃的 只有里面鲜嫩的部分 收拾完竹笋 盈盈来到水管边 清洗一下平底锅和新鲜的竹笋 然后把竹笋切成细条 竹笋富含人体所必须的纤维素 胡萝卜素 维生素及矿物质 具有低脂肪 低糖 多纤维的特点 盼盼她在婴儿床的围栏上 看着盈盈在院子里干活 时不时地和盈盈交流一下 这么大小的孩子 已经开始学着说话了 这和盈盈的辛苦付出 是分不开的 切好了竹笋 盈盈把竹笋炒一下 炒菜的功夫 盈盈已经把盼盼的婴儿床 搬到了院子里 终于可以开饭了 今天的饭菜也可以 两个鸡蛋 一盆青炒竹笋 还有一点盼盼吃剩的鸡蛋糊糊 盈盈一边吃着 一边不时地喂一下旁边的盼盼 盼盼的饭量还是可以的 一天不住下地吃 当然了 小孩子吃得多肯定长得快 吃过了饭后 盈盈又倒了一杯奶 给自己补充一下营养 知道自己快生了 也懂得爱惜身体了 盼盼站在婴儿床里 观察着盈盈的操作 心里充满了疑问 他还不怎么明白 大人的行为 希望盈盈一家的生活 能尽快好起来 阴雨绵绵 单亲妈妈盈盈生活很艰难 让她不得不又上街售卖蔬菜去了 一场小雨 下了一个早晨 到现在也没停 单亲妈妈盈盈和盼盼 坐在小屋里玩耍 一阵阵喊一席来 让母女俩感觉有些冷 盈盈准备采取点措施 把遮阳板放下来 阻挡一下 这样屋里虽然有些昏暗 却不至于潮湿阴冷 收拾完后 盈盈穿上雨衣 准备去菜园里摘些蔬菜 留下盼盼 自己在婴儿床里玩耍着 菜园里的童蒿 已经长得很高了 再不收割 就可能老了 看着这么几田拢的童蒿 母女俩也吃不完 盈盈打算把今天收割的这些卖掉 童蒿在古代还是宫廷佳肴呢 所以童蒿又叫皇帝菜 小屋里的盼盼 只能听见盈盈的声音 却看不到人 有些纳闷 还好 盈盈很快就收割了 大半竹框的童蒿 背着湿漉漉的一框童蒿 来到小屋门口 看到盈盈的瞬间 盼盼哇哇地哭出了声 可能是屋里太昏暗了吧 估计也有些饿了 盈盈抱着盼盼玩耍一会儿 片刻后 盈盈又来到厨房生火 天气有点冷 盈盈想暖和暖和 可是这潮湿的天气 干草都不好点燃 光冒烟不出火 点燃了柴火后 盈盈把竹框拿到厨房 开始捆扎铜蒿 把铜蒿捆成把出售比较方便 小屋里盼盼不住地哼记着 让盈盈有些手忙脚乱 她必须快些忙完手里的活 盈盈提着竹框 快速地来到小屋里 看到妈妈的瞬间 盼盼不哭了 投入了妈妈的怀抱 没有过多的停留 盈盈背着盼盼要上街了 虽然下着小雨 不过 一家人的生活还是要继续 售卖点蔬菜 多少够娘俩生活的了 在此 小编提醒屏幕前的小主们 雨天路滑 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 盈盈走在泥泞的马路上 这会儿的雨明显小了许多 这也给盈盈的出行带来了方便 就是这一前一后的负重 让盈盈有些劳累 田野中的稻田 经过雨水的浇灌后 生长得更加翠绿了 此刻的雨也停了 盈盈卸下雨衣 让趴在背上的盼盼 也透透气 雨后的田园里 空气格外新鲜 这也让盈盈的心情好了许多 盈盈整理好竹框 继续赶路 很快 盈盈就来到了山下的村庄 马路上 一个摩托小分队 正在路边清洗自己的座甲 盈盈走过来 介绍起自己的蔬菜 两位小姐姐 每人购买了一捆铜蒿 回家炒炒吃 结过账后 盈盈并没有停留 竟直往前面的村庄走去 雨停后 地面已经不再泥泞 村民们也开始忙碌起来 路旁一位骑摩托车的大姐 喊住了盈盈 买捆铜蒿 回去熬汤喝 盈盈的铜蒿 还是很受欢迎的 很快 竹框里的铜蒿 就所剩不多了 最后一把 盈盈送给了 正出门溜达的二婶 二婶一个人生活 家里也很困难 对于同病相怜的亲人 盈盈还是很体贴的 真是个孝顺的孩子 送人玫瑰 手流鱼香 盈盈开心地离开了 身后的二婶 对这个侄女充满了感激 很快 盈盈就来到了镇上 她来到了水果店 买些水果 好久没有吃水果了 盼盼也馋了 盈盈买了一袋橘子和半袋大米 结过帐后 盈盈背着竹框 准备回家了 这样的生活 盈盈已经习惯了 勉强能维持生活 只是这一来一回的路途 有些远 这对于怀孕 九个多月的盈盈来说 这段路程 会越来越艰难 很快 盈盈到家了 解下背带 母女俩坐在门槛上 开始吃橘子 看来这橘子的口感挺一般 探探不怎么喜欢吃 休息过后 趁着天气不下雨 盈盈抱着盼盼 来到院子前的小路上 扶着盼盼练习走路 看着盼盼蹒学步的样子 盈盈的心里充满了知足 看着盼盼一天天地长大 盈盈的干劲更足了 盼盼会走路了 虽然只能走短距离地 还走不稳 也是一大进步了 盈盈牵着盼盼 又来到宽敞的马路上 盼盼对周围的事物 充满了好奇 由于盈盈的忙碌 很少有时间 让盼盼站在马路上玩耍 这下盼盼看到什么都很新奇 看到盼盼一会儿的功夫 能走挺远了 盈盈的心里 说不出的开心 成长是无尽的阶梯 需要一步一步地攀登 回望来时的路 盈盈会心一笑 转过头 面对前方 无言而努力地继续攀登 这也许就是盈盈接下来要做的 在马路上玩耍了一阵后 盈盈抱着意犹未尽的盼盼 还是回家了 娘俩也该吃点东西了 希望母女俩的生活能尽快好起来 这个女人太抗躁了 还有几天就要生产了 还在树林里劳作 清晨醒来 单亲妈妈盈盈 先给盼盼擦了擦睡意朦胧的脸蛋 擦脸好像是所有小朋友 都不愿意配合的事情了吧 盼盼也是被擦得有些不耐烦 还好盈盈及时拿来了奶瓶 盼盼喝奶的功夫 盈盈把鞋子也给她穿上了 最近的雨水特别多 屋顶的雨布已经装满了雨水 顺着边缘往下滴着 盈盈把盼盼整理妥当后 放进婴儿床里 她要把雨布里面的水清一下 一晚上的功夫已经积存了不少了 都把竹席见识了一大片了 吃饱了的盼盼 站在婴儿床里 活蹦乱跳地 观察着周围的一切 盈盈清理完雨水后 又把雨布重新捆扎了一下 然后把地面上的雨水清理干净 雨水溅到竹席上 不清理干净 会导致竹席的潮湿返潮 忙活完了屋里的活后 盈盈打算去院子旁边的土坡上 砍着鲜嫩的香春芽 盼盼坐在婴儿床里玩耍得很开心 并没有理会门口盈盈的嘱咐 盈盈穿上雨衣 提着竹框出去了 就在小屋旁边 不过这个工程有些费力 盈盈对着草丛一顿输出 终于有了一丁点的收获 这么点够干什么的 盈盈继续在树丛中翻找着 小屋里 一片宁静 这让盈盈有些不放心 俗话说 孩子静悄悄 必定在作妖 当孩子突然安静下来后 必然会让家长感到紧张和担忧 盈盈来到小屋前 看了一眼婴儿床里的盼盼 还好一切正常 盈盈嘱咐了几句后 又去干活了 盼盼透过缝隙 好奇地往外看着 盈盈在砍树枝时 被突然砍断的树枝撞到了 这突如其来的撞击 让盈盈有点吃不消 她非常担心肚子里的宝宝 坐在空地上 感受着肚子的反应 仔细检查了一番后 盈盈悬着的心也放心了 幸好没有大碍 盈盈坐在地上缓一缓 婴儿床里的盼盼 正在抱着奶粉罐玩耍 一下把奶粉罐碰到了外面 在这可望不可及的地方 盼盼没有了办法 开始喊妈妈过来帮忙 盼盼冲着发着亮光的门缝喊起来 盈盈听到了盼盼的呼唤 也不再瞎忙活了 背起竹框拿着竹竿往小屋去了 一上午的劳作 好像收获不大 还差点伤到宝宝 真是得不偿失 盈盈卸下竹框来到屋里 给盼盼整理一下帽子 看着盼盼拿着食物晃来晃去 盈盈知道盼盼是饿了 来到厨房里准备生火做饭 凄冷的天气让盈盈有些着凉 她感到脑袋一阵阵的疼痛 这可怎么办 马上要生产了 再感冒了可就不好了 盈盈拖着沉重的身体 来到菜园里采摘些鲜嫩的蔬菜 准备做饭 菜园里蔬菜的种类不少 盈盈各种都摘了点 然后在水管上清洗了一下 端着食材来到厨房 小屋里的盼盼已经哭泣得很长时间了 盈盈赶紧进屋看看 抱出婴儿床里的盼盼 在凉席上玩耍一会儿 顺便给盼盼换上一身干燥的衣服 盼盼的哭闹声并没有停止 不住地哼记着 估计是饿了 还是先做饭吧 盈盈来到厨房 脑袋的疼痛感 让盈盈有些受不了 盈盈只得再次来到土坡上 拔些药草 敷一下 面对哭泣的盼盼 盈盈还是妥协了 抱着盼盼来到厨房 先把药草烤一下 敷在脑袋上 锅里的水开了 母女俩今天吃泡面 不过这个泡面还是加量的 还有蔬菜 探盘趴在盈盈的怀里 看着盈盈的一顿操作 蔬菜泡面做好了 母女俩来到屋里准备用餐 今天的饭菜有点素 这么个吃法 可能不利于肚子里宝宝的生长 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生活的艰难就摆在面前 所有的选择都没有对错可言 都是自己选择的结果 虽然接下来的日子会更苦 不过 生活总是要继续的 趁着年轻 把两个孩子抚养长大了 这可能会成为盈盈的生命中 一段刻铺骨铭心的经历 吃过了饭 盈盈来到水管边洗刷餐具 盈盈吃饱后 也不哭闹了 蹲在门口玩耍着 盈盈收拾了一下厨房里面的各种餐具 抱着盈盈又来到院子里 小编觉着盈盈还是难受得轻 都这样了 在屋里休息休息不好吗 盈盈又来到菜园里捉虫子 盈盈则站在台阶上玩耍 盼盼的成长显而易见 已经能站很长时间了 盈盈拱着腰 挨个检查着蔬菜的叶子 一阵阵的疼痛 还是让盈盈放弃了劳作 早该这样了 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盈盈扶着盘山学部的盼盼 来到院子里 盈盈和孩子玩耍的时候 身体所有的病痛 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心里已经被满满的幸福感占据了 盼盼一天天的茁壮成长 让盈盈感到无比的欣慰